好的,那么我们这节目的话来讲一下历史记录画屏工具 那这个的话,它有两个,一个是历史记录画屏,一个是历史记录艺术画屏工具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 那我们都知道,在我们操作过程当中是可以返回到前面的一些部署的,对不对 可能加自义是撤销 那其实呢,这里的话,还有一个工具啊 在我们这个窗口下达下达材料里面,有一个历史记录的选项卡 我们点开的话,就可以放在这里,对吧 那一般的话,别人呢,有的人他喜欢习惯,就是把它放在这个旁边啊 那一般这个呢,我是用的比较少啊,用的比较少,对吧 好,那我们这里的话去操作,你的任何的一个操作都会被记录到这个上面 比如说,我们选择画屏工具,然后呢,我去吸一下颜色,对吧 把这个给它去涂抹掉,擦掉 好,OK,对吧,它这里呢,就会干嘛 就会有一个这个记录一下,我点一下,它就会有一部记录,对不对 那,然后呢,我把这个擦掉 对吧,你的操任何的操作,你的部署,它都会记录到这个上面 然后我们呢,直接点击到哪里,它就会重复回到哪一部 看到没有,那这里,这里,或是直接到这里,那 对吧,这个呢,就是历史记录啊 那这个历史记录画屏工具,它又是干嘛呢 对吧,那比如说,我们用这个画笔工具啊 直接呢,将这里的话,全部的给它干嘛 全部的擦掉了 好,那这个时候呢,我们选择这个历史记录画笔工具之后 哎,我再去干嘛,我去涂抹,你会发现什么呢 哎,它,它在干嘛,它是不是重,就是什么呢 给它恢复了,哎,这什么意思啊 就相当于,它把你的操作给它擦除掉了 能不能理解,能够理解的话,可以啊 就是,这个历史记录画笔工具,就相当于,把你前面的操作给它擦除掉了 那么它这个操作擦除掉,它要擦除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呢 或者说,它能够回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哎,就是到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那,一开始你是,是这个效果,对吧 你去擦除,它会给它擦除到这个,这个效果 就是你一开始的这个,呃,原,原始的这个图片 对吧,你看,是不是 那,在下面擦的,你就没用啊,对不对 下面你再擦就没用了 因为,已经擦回了原整的这个效果了 能理解吧,好 呃,那,那这里的话,它还有下面的一些这个功能,对吧 第一个的话,叫什么呢 叫做新建文档啊,创建新文档 然后呢,第二个的话,就是创建新快照 然后删除就比较好理解,对不对 好,那我们这里的话呢,来操作一下啊 简单的,比如说 我擦的第一个,然后呢 再擦的这个,对吧 好,我这里呢,可以拍个照啊,对吧 点下拍照,好,然后呢,再擦一个 好,再擦一个,好,再拍个照 好,然后呢,我再去做别的操作,对吧 好,就不拍照了 呃,那这个时候我们呢,呃 去擦除啊,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前面的话,我们一开始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呢,它变成这个样子 那我们用历史记录画面工具 我们去擦的话,它会变成什么样,对吧 它会变成这个状态 呃,那我这两个的话,它有什么效果呢 对不对,这两个的话,它有什么效果呢 呃,这两个的效果就是,就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你如果说想要恢复成 这个样子的话,对吧 或者说我们后面去擦除的话 恢复,恢复成这个样子 那你要干嘛呢,选择它再点一下这里 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回到这一步 呃,回到这一步吧 对吧,回到这一步 然后这时候我们去擦,哎,看到没有 看它会擦出什么 对吧,这时候我擦完了啊 擦出来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个效果 看到没有呢,擦原本是这样的 然后呢,我们拍了一个照之后 擦出来之后,是不是就这样 所以说,你最终的画笔擦成什么样子 根据什么来的啊,根据是你 根据你一开始的这个照片来的 看到没有呢,根据你一开始的这个 快照来的啊,你的快照是什么样 最终它就能帮你恢复成什么样 能理解吗,恢复到那个步数 而不是,而不是什么呢 是恢复到这个步数 而不是说,只是简简 仅仅指这个效果而已 好,那什么意思 那我们呢,把这里的话可以深处一点啊 什么叫恢复到那个步数呢 因为除了我们操作步数之外 这里呢,它有一个涂层啊 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的话 去给它画一些框框啊 这里颜色给它改一下 好,给它改个填充吧 然后呢,再画个框框啊 多画几个框框 注意看啊 呃,我们这里的话,它是有涂层的 看到没有,这里的话,它是有涂层的 好,然后第一个 我们呢,先把它干嘛呢 先把这个涂层给它删掉 对吧 删除层层,它有个记录 这里呢,再删除一个 好,这时候我再拍个照片 好,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删除 然后再拍个照片 好,拍完之后 我就用什么呢 用这个历史记录画面工具 然后我选择某一个 对吧,选择这个 然后我干嘛呢 我在这里 啊,去擦 这里擦不了啊 因为它这里我们要撤销 撤回去啊 嗯,这个擦不了啊 这个擦不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呃,因为它这个是 什么 举行工具啊 所以说,呃,可能要直接点这里 点到这里的话 那点到这里,它能恢复 好,我们换一种形式吧 我们换这个,呃,画笔吧 我们换的画笔 因为 因为这个举行工具 它是个矢量图啊 矢量图你是没法用这个画笔工具去擦的啊 但是呢,你可以点击这里 恢复到前面的一个 部署,对吧 你看 原本这里我们是有图层的 对不对 那,恢复到这里 它图层增多了 看到没有 那,然后后面我给 我们就可以重新的去操作了 对吧 你看,恢复到这些部署之后啊 好吧 好,这个呢 是我们的一个 呃,历史记录画笔工具 那这里的话 它还有一个什么 叫什么呢 叫做,呃,历史记录艺术画笔工具 诶,这个工具什么意思啊 啊,有很多同学不懂了啊 好,呃 前面这里的话 它一个不透明度和流量啊 和我们前面讲的画笔是一样的 这里呢 就不多讲了 那这里的话 有个叫做历史记录画笔工具 诶,这个画笔工具 它是干嘛的呢 对不对 感觉是不是有点懵啊 那我们这里的话 随便先不管 大家啊 我直接干嘛呢 直接在那边涂抹 诶,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它怎么是,呃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呀 对吧 感觉很奇怪啊 那其实呢 它这里有一个样式啊 就是紧绷短啊 绷紧,呃 绷紧短 绷紧中 绷紧长 对吧 这种东西啊 这啥意思啊 是不是不好理解 那其实就是什么呢 就是把这个画笔工具呢 它可以把你这个图片啊 给它干嘛 给它进行一定的调整 看到没有 像这种的一个特效一样 对吧 它会根据图片的颜色 去进行一定的调整 对吧 好 那我们这里呢 可以换一个 比如说绷紧中 或者说绷紧长 对吧 你看 它是不是要长一些 它这个线条 点一下 一开始点一下 它这样的一个 竖的线条 那我们呢 再绷紧短 它就很短了 看到没有 对吧 包括像它这里呢 还有一个区域 还有一个区域 你可以把这个区域 给它缩小一点 你看 对吧 它就能够给你去做出一些 这个艺术的效果 当然呢 它就还有一个松散中等 那松散 也是把它变成一个竖线 然后呢 但是呢 它会比较松散而已 是吧 转圈圈 还有呢 这个绷紧 捲曲 是吧 转圈圈啊 好 这样 这样的一个效果 根据你的这个笔块的走势 它会去适当的转一下圈圈 你往左边转 啊 那是吧 好 那这个到底是干嘛的呢 对吧 有些人就不理解了 老实在这个东西 看着挺麻烦的 我也不知道它干嘛 其实就是做一些 这个艺术的效果啊 就是给你们去做这种 艺术的效果 而且这个艺术效果 它不是很好控制啊 不是这样控制 对吧 那我们这里呢 稍微简单一点的 比如说 把它画比较小 我们选择这个绷紧短啊 去点一点 在它的边缘啊 点一点 点完边缘之后呢 我们再去点它的中间 不要 不要直接点啊 直接点的话 它可能会 嗯 比较乱啊 我们去点 点击它 好 这个画比别太大了 那稍微点一下 它就有点像这个 喷枪工具一样 你看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一种 有点像那个油画的一种感觉啊 或者说 嗯 对吧 你看这个 或者说滤镜里面的那种效果一样 对吧 你看 这种感觉啊 是吧 啊 当然呢 有的东西是我们欣赏不来的 对吧 好 我这个是乱做的啊 就是只是呢 嗯 简单的去看一下这个效果而已 你看 对吧 就这去点 好 包括它这里呢 还有一个容差 对吧 容差 容差越大的话呢 它就不能够识别了 好 我们容差稍微小一点 好 OK 就点 好 大概的话这种感觉 是吧 你看 是不是还是有点这个呃 艺术的 哎 这个内味啊 对吧 好吧 好 这个呢 就是咱们两个工具啊 这其中的一个工具 基本上呢就是历史记录画笔工具 用的是呃 比较多啊 但是呢 我这两个工具 其实都用的非常少 因为 呃 明说对吧 就是很多工具 我们是用不着的 但是呢 这里只是简单的跟大家去讲一下啊 好吧 OK 那么本期课呢 就到这里结束啊 好